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 以香港的经济和市场规模 预计青年失业率会维持双位数 她认为有7000万人口的大湾区发展潜力十分巨大 可以为香港青年提供发展机会 经历了去年的社会动荡 反复的疫情和长时间的停货 青年人的生活和学习模式都受到一定的影响 部分青年人对于个人前景和社会发展感到迷茫和无助 面对这个环境政府会思考 如何为青年人塑造一个给他们健康成长 安居乐业发挥所长的环境 我们也期望青年人能放眼国家 把握大湾区的在学习就业生活方面的种种机遇 开拓更加广阔的空间实现他们的梦想 政府将会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 鼓励两地企业拼请同派驻本地大学毕业生 到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名额2000个 另外又会协助有意创业的青年 当疫情稳定和恢复跨境旅游之后 民政事务局会资助十多个非政府机构 推行青年创业计划 预计批出大约1亿元为接近200家青年初创企业 提供资助及向约4000名青年提供服务 港东和各大湾区内地城市已同意支持我们这一项计划 并会提供共享工作的基地 以及给香港青年享有和内地青年相同的待遇和支援 政府会成立《大湾区香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链盟 为他们提供一站式资讯、宣传和交流平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